今天介紹這台GPLUS GP小冰塊 微電腦製冰機 它造型美觀 操作非常簡單 首先 只要先確定您所處的場域環境內 有無插座 可以外接電源 待 接上電源之後 機器即進入待機狀態 一開始拿到機器時 建議 先將水箱裝水 最高注水質 MAX的高度微線 然後長按電源鍵5秒 隨即 機器會自動進行清洗 一般自動清洗以30分鐘微線 若您清洗了一段時間 想停止自動清洗時 只需短按一下電源鍵 即可恢復單機狀態 預製作冰塊時 請先確認水箱內是否有水 若沒水 請注水質最高MAX的顆度以下 然後放回置冰欄 並蓋上上蓋 隨即短按開關鍵後 再按選擇鍵 選擇冰塊打響 等待幾分鐘的時間 第一次 9顆冰塊 隨即 製作完成 製作冰塊 機器會自動將完成的冰塊 推波至前方製冰欄存放 同時間 機器 則進行第二輪製冰冷卻 貼心提醒您 室溫過高 或者在戶外陽光高照 又在未蓋會上蓋的進行下 製冰時間都會再拉長 我們官方反覆測試過 告知大家一個使用的小配方 就是往水箱注水時 建議可以直接注入冰涼水 這樣可以縮短製冰等待的時間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去注意 此機器 並無電池 且本身無續電功能 所以戶外使用時 必須外接電源或發電機 如果您是租屋族 家中只有小冰箱者 或是您在辦公室 公司無冰箱可製冰者 或者是您常戶外露營 常常忘了買冰塊 或買不到冰塊者 推薦您這台GP小冰塊 微電腦製冰機 它製冰真的很快